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大家好,高丽丝好 和平好,大家好 我讲高丽丝,别人说,你讲他高丽丝 我们的观众就是喜欢 最好能够找出你们两个人做节目的破绽 我的国语也不标准,我的国语也不是很好 经常被人家笑的 所以幸亏离开北京 这个首先我一定要代表观众 代表我自己 代表明镜电视台向高丽丝 万分的感谢 因为这段时间我知道你经常出差,一下子去 南美,一下子去欧洲 然后你无论是哪个地方,我都要缠着你 我说,下一次录制在什么时间 那下一次录制在什么时间 我也知道你回来又事务又非常之多 所以我觉得是 我真的是很感谢你 没客气 最近事多一点出差 半年出了六七四差 这个到处跑 但是你要注意安全 还好,还好,每次到处都是检查检验,没什么问题 到南美去检查的很厉害吗 多多多,去要检查,回来要检查 这个检测很多回 是吧 对 什么检查我都不知道 你要做试验啊 你试验就是你去之前,你要把你的试验的这个这个 报告给人家看,你才能进得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你要检测了这个是阴性了,才会让你上飞机 那国际上现在航班是 跟正常的情况差不多,还是人比较少 人还是蛮多的 但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 那个你比如我刚从英国回来,英国说是很这个 Omicron很严重的这个 但实际上我看英国没有任何人,没有什么多大变化,大家照样的这个,连口罩很多地方都不戴 这个只是美国要去很紧张,上飞机之前你必须要打着育苗的这个卡 然后24小时检测的报告都给他,才让人上飞机 但是在飞机上,大家都是戴口罩嘛 都戴口罩 OK 我们今天还是比较系统的讲 公安部 本来如果按照新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找最好玩的 最有趣的告诉观众就可以了 但是呢我有一个私心 也不是私心嘛 就是说我想到 我们的这个节目做一次也很不盈利 如果能够比较系统性的,把中国的这个政华系统介绍到比较完整一点 那为了 在做研究的人也好,找背景资料的人来讲 也许是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对这些公安部长,本来有的可能没什么意思 或者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还得讲一讲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啊 对 真是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 先从公安部这个部长讲起 我觉得还有意义 啊 今天我们讲 阮政武 阮政武新的部长 对 这个 这个部长 坦率的时候,我最近想了一下 其实 非常有特色 可以说是14任公安部长里面最有特色的一个人 对啊 那这个为什么会说他有特色 我 我也在 第一 他大概是 所有的公安部长里面 资历最浅的一个 上海市副市长 对 他是接任之前只是一个上海市的副市长 而且这个副市长好像没当多长时间 对 然后也只是一个管科技文教的这么一个副市长是不是 对 那所以这个级别在这之前的级文部长 包括以后的这个所有的部长里面 从来没有 这是第1个特点 那第2个特点大概 他可是最年轻的一个公安部长 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远 我不知道那个那个那个第1任部长这个这个 我们罗瑞钦 罗瑞钦那个时候也应该年轻 也许比他年轻一点 但是他绝对是这个后面的所有的前任部长都年龄自己前 他大概50出头就做了公安部长 对 那第3个特点就是 他是最没有这个公安政法 这个系统的经验的人 一点 一点经验都没有 他的整个经历跟这个公安政法这个系统根本 根本不相关 所以一点这个基础都没有 那 再一个特点就是 他大概是 最不擅长驾驭公安部的这些 副部长啊 还有这听这个局长这 极比的这样一个干嘛 也许说他的官僚气息 最少的一个 所以他 不善于跟这些 在官僚系统这个刀把系统混了很久的这些人跟他们擅长驾驭他 所以这个关系就在公安部的关系里面他并不是 很融洽 那 还有一个特点他开始做的时间最短的一个公安部长 两年 恐怕还不套两年我印象中他85年 85年这个上任大概87年这个很快就下去了所以他这个特点 所以 这样一个资历的这个人他怎么会当公安部长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背景可能我们很多朋友 这个不一定说特别清楚啊 实际上他当公安部长啊 跟这个当时总书记霍耀邦是息息相关 是他一手 完完全全是一手他把他塞进来的 那 这个 也跟前任公安部长刘富之啊 在这个 83年开始严打一直到85年 他除了83年他后来他 不断的又推进了严打 跟这个严打 造成了人们普遍对公安机关这个 这个 一个愤怒还有一种恐惧 一种担忧这个权力跟这个肯定有关系 那 邓小平的当然他也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了 这个邓小平可能也想到 这样的一个严打这样的一个严厉打击可能多少 会妨碍到他的 整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大的方向 当时确实有这种趋势 那再加上胡耀邦这个人力挺 那胡耀邦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很容易激动 听据说在政治局他这个 这个 这个他的任命会上这个是胡耀邦是拍桌子 一激动就拍桌子他是这么一个人 一拍桌子的就 当然邓小平也同意 最后就让他来做的这个公安部部长 那 所以如果说前面这个特点 我们都说这个 他远崇武这个人都是一些负面的负面的特点的话 那我现在要着重讲的是他正面的这个正面的一个特点 那这个特点 可能是 也是所有的这些公安部长 恐怕将来以后 恐怕也不会再有的 他的这个特点是 他是最 改革最革新 最 开放的一个任务 公安部长 他听了以后高兴得不得了 他现在还 应该 应该 这是 因为我跟他们家人还认识 那这个不仅仅只是我现在的评价 我只是说我当时正是在公安系统 我认识了很多人都跟他有直接交 交往的 他的 我们我们来盘算一下他的改革开放他的开明表现的什么地方 第一 公安部 这个你知道 这个藏了一大堆的老干部 资历很大的 这些老干部我跟你说 这个 站着一个办公室 然后 这个 这个 又又不工作 那不仅仅不工作还不说 到办公室晃晃还东 东直直直 你要干这个你要干这个 你要所以一大批这样的干部这个很影响到公安的工作正常进行 那我我在这个沐西地大院里面也就碰到一个老红军 那个叫赵国威我现在记得他 这个这个八十多岁了 退 又没有退也没办退 经常背这个手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 碰到一个人 碰到我 我一直碰到我 小王你你你安排人把那个地方拿去清理一下吧 我又不姓王他根本记不住谁是小赵小王 所以造成的很后来这个领导就说你就听着好好好我帮你赶 那实际上他过后他都忘掉了 公安部这样一帮的人呢也很多 站着很大的办公室面积 然后又不是又要是 远村五的第1个 第1把火到公安里面就说要把这些人 这个办公室的面积 要缩小 然后 办公桌的面积要缩小 这个很多事情 你该退的退 你不要再去指手滑脚 所以 他这个可能是 陈传于 胡耀邦 王兆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一派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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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啊 所以他在公安部推进的第1个改革政策是这样 这个对公安的工作当然是很有好但实际上是得罪了一大批这个干部 这个很多人对这个东西非常不满我工作一个被子他妈我连个办公室你都不让我 不让我去我好不容易受了很多苦又出来了 所以这是他的第1个改革 那有时候我们在想胡耀邦这个这个这个人呢这个改革啊 实际上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个因为他 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对共产党的这个 权力的本质有个清醒的任务他总是想要 把他把这个远从我放到公安部实际上是要改变 公安部这个刀把子的这个力量 想削弱这种力量 其实上这个跟 这个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实际上背道而耻 所以胡耀邦最终是要下台是这个道理 那他 安排的远从我就是积极推行的他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 这么一个 一个方向 那第2个他的你比如说 我们看到第2个就是他当时 公安系 公安部大院里面我印象中 他直接批准这个 修建这个舞厅 花了 花了这个蛮多钱的修了一个蛮漂亮的舞厅 每到周末是这个要请这个 公安大学的乐队 组成学生的乐队 还批了很多钱的 就主办一个乐队 在一起演奏 大家要活跃一下这个气氛 不要沉闷 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应该还记得 当时在全国各个系统里面推行公安部门 你不能够 脸难看 门难进 然后办事也不能办 对不对 当时有这样一个要求说你要改变你的形象 你碰到人 人民群众的办事 你要先敬给你 这都是远从我那个时候要求的就是 就是说那其实他最大的还有一个最大的改革开放的特点就是他 积极推展跟国际上的合作交流 在远从我过去的公安系统是不会跟外面有什么更多的交流的 那在他的期间在他做公安部长的这个人间 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 跟外面的交流 这个不是远从五 这个是这个陶思菊 对他们打错了个画面 这个这个不是 这是另外一个 远从五是另外一个 我们的编导很年轻 你看起来 看不出来 其实两个人 有一点点 差别 他们两人差别很大 这个 当然我们下面会讲他的 这个是远从老的年龄老的时候 他不是做公安部长的时候 对 所以他推行的我们在讲他推行的国际交流合作的地方有很多 其中 直到我们今天都让人 非常这个绝对是一种进步的举止是 他推动签署了这个 反虐待 这个公约国际反虐待 公约 这个 知道我们中国的公安行性逼供非常严重了 打人骂人 这个这个 但是他当时逆举中国 不支持 贵国很严重 全世界的公安系统都有这个毛病 当然 这都大小 当然今天的中国的行性逼供仍然还是非常严重 但是至少在他那个时候明确的规定 我们要签署这个 这这样的一种国际公约 禁止公安系统再去用行性逼供的方式 同时他还 签署了直接下命 处置了一批这个 因为行性逼供造成的这个伤害的也很多一些案子 这是在他 在期间做的最多 这个是了不起的 在他在他在他任期做的最多的这个 就是处置了一大批公安系统的那些人 因为信息被控造人家的这个 造成人家的伤亡的这个 所以这是他要这个 在 在当时 想做的一个 另外一个开 改革开放的这个内外交流 就是说 他当时 跟国际刑警组织 这是他那个时候立足 跟国际刑警组织 这个签署这个 建立了中国国家局 建立了中国的国家中心 对 同时呢 他还邀请了很多国外的这些 警察界司法界的同意到公安部来讲学 这个举止这个这个在公安系统 别说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对吧 改革开放多少年 我记得当时邀请的好多一批 包括纽约 我们现在的那个 默虎大律师 你还记得吗 当年的纽约市的警察 纽约市警察局的这个副局长 当然 我们在中国的眼里这个副局长 这个可能30几岁 做那么年轻的副局长 觉得很大的一个官 实际上在纽约他因为是律师出生嘛 作为一个局长的助理就是副局长这个 也是很厉害 但是也是很不错的 我记得默虎那个时候 讲课的时候我还去听过就是 他邀请默虎 还邀请了很多 其他的一些侦探 私人的交流啊 所以总之在他的 任期里面 做了很多这种国际上的交流 所以他给公安系统带了一种 一种非常新的这个风气 当然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新的风气 所以他 在公安系统里面 从某种角来讲 他是受排挤 也就是说 他想要 包括他想要提拔任命的人 有时候也 很难上去 其中有一个人 我 跟他非常熟悉 也就是 这个 我们远部长非常欣赏的一个人 这个人 当时是公安部的这个团委书记 叫张林青 这个人是 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学中文的 但人是多才多艺 能说能唱能写 然后又下围棋打桥牌什么都会 因为我经常跟他打桥牌 下围棋 这个几乎每周就要打一次 他是 当时的 中共的一些政府部门多半希望能够把这个团委书记 加到这个 党委委员里面 就是你团委书记我就做党委员 当然现在没了公安部 当时呢 这个张林青就被加到党委委员 但是想要更进一步提拔的时候 就收到很大的 实际上张林青这个人本身家庭 背景也很强 他父亲本身就是个红军四川人 但是 那个时候非常的压抑 一直没有 受到打 因为是远从武的关系 心上的人 所以就一直没有提上去 所以远从武这个部长在公安系统里面 他 实际上 这个操作这个进程这个工作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阻力 所以当胡耀邦 一下台 他也跟着离开了这个公安部 这个 所以这样一个公安部长 比如说是过去几日里面 很难做到他这样的一个 相对非常开明的这种思想 就是后面的这些人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思想的开放 找不着了 尤其是当时在行情逼宫的一个改变 那是走力非常之大的 每个国家都有 不同程度的行情逼宫 哪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但是像中国是 系统性的 系统性的 对吧 甚至认为行情逼宫是个必要的方式 是一种 虽一种是个取得口供的一种方式 你在美国如果行情逼宫 你就会面临到可能的法律诉讼啊 命令到你这个 所以他当时这个 这个 远部长当时签署了很多文件 也下了很多指示做了很多讲话 所以一定要这个限制行情逼宫 你想想他推动中国参加这个 这个 加入这个签署这样一个条例 这个条 这个条约 国际反酷刑虐待这个条约到今天 在全世界都还是中共还是 还是承认这个条约的 那在他 认 因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意愿要反对这个行性逼宫呢 这个一方面可能跟他本人的这个背景和经历 可能有关 因为他在国外生活过 在德国 德国 德国当过这个 参战 德国后来是工作 是在西德吧 对 应该是他在国外生活过当过参战 所以他 他的留学是苏联留学 是他的他是红二代肯定是 软门伟的孩子 软门伟是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个人物 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当过早期当过夫和浩泰市的市长 后来也当过施家庄 第一任市长 对那个施家庄是第一市长那个级别是蛮高的 所以他算是规定规矩的这个一个红二代 所以他的思想因为可能受过国外的教育 在国外生活中 他总想把中国 我感觉啊 他想把中国的警察配合像西方的那种 警察一样的一个感觉 但 当然这个相对比较天真 因为在共产党体制里面 这是 这是做不到的 这个 这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 但他的初衷我相信是 是仍然这样 包括他 后来对警察服装的一些要求革新呢 也有这个 这个意念在那 是吧 当然警察的服装 不是从他那个地方开始改的 在这之前已经开始改了 他对这些东西的要求 实际上 也反映出他的这个 整个思想的理念 就想要把这个警察的权力 做一个限制 那另外一个导致他 其所以这种改革开放的思想 就是前任刘富之造成的 中国社会 我刚才说过的一种恐怖现象 彭真 陈毗贤 刘富之 这三个人为主的 在中国 开始了一个 轰轰烈烈的严打 严打期间杀了多少无辜的人 冤死了多少人 造成了多少新的冤家错案 那当然就是因为从严打 我更加清楚的看到 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说 普通老百姓的冤家错案 他们只是说关心他自己 当初的冤家错案 所以平反的 只是平反他自己 因为新的这一项 造成了 很多有的人 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也可能做了很多调查有些 小姑娘谈恋爱 可能多谈了几次就被枪毙流氓 枪毙了 这种案子在中国当时很多很多 那这 基于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情况 所以他 上任公安部长的时候 就要 要力求严禁这个行刑逼供 对这个是最了不起的因为我在家后面聊 了解过一部分情况 我这简直无法想象的 那种残暴 那种残酷真的是把红颜 或者是中共描述的一些小说里面的那些最残酷的 这个动作又回到了公安系统 对 行刑逼供当然在 在中国这个要专门拿一击来讲 我们都要讲不完了 这个 为了慢慢讲 对啊 行刑逼供这是很恐怖的 实际上 这个造成的 这个社会心理的背景 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对案子的发展 也非常不利经常因为行刑逼供造成错案 所以国际上就是明确的规定 你想美国的法律 现在明确就是 哪怕你没有政治观点 你如果回到中国就会遭到酷刑的话 我美国会给你一个保护 你在美国待下来 这就是依据当时的这个反酷刑反虐待的法律 来 造成那个条例国际条例来在美国成立这个一个移民法 但是美国的行刑逼供 哎呀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不能同日而语 这个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美国的不是警察的问题 美国的真的因为反恐的事情所造成的 那些问题国际社会对美国也有很多批评 这完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的问题 我们就说因为美国他有个独立的司法系统 另外一个他有一个 不受控制的这个严论系统 所以这两个系统来说 任何时候如果你真正发生那么严重的行刑逼供的话 那你藏不住的 一旦你曝光出来了那你一定要受个处罚的 而且在中国当时的行刑逼供它是系统性的政策支持的 而在美国这是 不是系统性的不是支持的 但是我刚才讲的是美国的行刑逼供反映在主要是在反恐之后的军队 谁在美国境外的这个监狱 那么我同时也讲的就是中国的行刑逼供后来变得多样化了 他不是公安系统啊 后来的检察院系统 更严重的是中纪委 对纪委系统 我这样跟你说吧就是公检法 的行刑逼供用我在 检察院的 最高检的一个朋友的话来说 他曾经在很多年前就跟 这个纪委的人说过 你们这样搞简直是 太恐怖了 就是说 连自己公检法的人自己都觉得 这个纪委的这种行刑逼供 太恐怖了 我们来一起专门讲一次行刑逼供 是 好吧 那讲到阮长武部长讲了这些经历以后我都听得很感动 因为 我对阮长武部长了解一点点 了解一点点的话除了他的父亲叫阮木伟 那是一个老革命 那么他是一个留学生 那所以呢 在当时候留学生的背景 刘苏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刘美刘欧比较少 再加上他的红二的背景 这两个原因是当时特别得到重用的一个 一个大的背景 那个时候你是父母是高杆子弟 尤其是成人啊 这些原来都愿意用这个高杆子弟 到了后来 高杆子弟就没有那么重用了 他正好碰上好时期 当然也胡耀邦可能也有一个私心的就像我们说的 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希望能够把这个刀把子抓到自己手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 小小的秘密 因为我不讲了吗 我见过阮长武先生 他是当个公安部长 后来被秉下了以后到国家科委当副主任 然后 不久又当了劳动部长 然后又成为海南省委书记和省长 那个是一个复杂的背景因为海南内斗 后来就把他调过去了 他是在海南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我见了他 也不是在公安部 见了他的时候他正好跟他的姐姐 和他的姐夫见面 他的姐姐和姐夫我们认识 但是还有一个姐姐 远明是吧 对 姐夫是阮明先生 现在在这个 在这个新泽西 普洛斯顿 他的姐姐袁佑英也在普洛斯顿 就是身体不是那么好 我早几年还去看望过他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叫阮佑林 阮佑林是在广东电视台当副台长 江湖上传说 书记很喜欢他 而这个书记就是赵紫阳同事 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赵紫阳进行走割的时候 也是个强大的推 你说的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尽管远充武 从公安部这个位置上被人家 从说过报题就被赶跑了 实际上是被赶走了嘛 对 底下人的推上面有人要拉他这个所以他就走了 但是他并没有 完全受到很大的打击和排挤的原因 是因为当然本身的素质这个人本身的素质是 还是非常好的 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贪污腐败的这个事 后来他到海南当省委书记有很多诬陷他的材料 那后来我也不知道 至少说在公安系统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 说他在海南怎么贪污虎话呀 但是一般了解阮仓武的人这个人是为人震盼 在海南我并不知道就是说至少是公安系统那个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面孔出现的 那我刚才为什么他没有受到牵连 后来还反而重用的呢 因为 因为这也牵涉的就是说实际上胡耀邦的一批人马 就算胡耀邦下去呢也都没有受到很严重的牵连 原因是当时 只是说让胡耀邦下去而已 邓小平还在后面罩着他的那一帮人马 对啊 那所以远崇武先生这个后来也在继续的做了这个 海南省省委书记这个做了一段时间后来才退休了 对那个时候中共是人才轻荒不解嘛 人才难得嘛像他这样 又在西方 工作过然后又有留守背景 又是红二代 原来他在公安部 那个时候的很多的部门都是想向西方接轨向西方学习 正好是一个好的时期 再加上 赵紫阳 赵紫阳我刚才讲了 远游林不一定是起来关键性的角色 但是远游林 和赵紫阳的亲密关系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故事 这不是大家不好意思讲而已 因为大家觉得赵紫阳是很受尊重的一个事情 这个 我觉得受尊重不等说 我们不可以讲他的一些私人生 就像我现在远冲五这个我觉得我是非常客观的讲了他的一些 做的这些特点 对吧 那既有一些负面的印象 也一些负面对他的一些评价 你比方说 他对公安政法工作 这个 确实完全 因为 这个太专业了 对 你必须要有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了解 当然 在后面的也有一些公安部长 对公安政法 这个也不了解 但是这些部长 他很擅长于发挥底下的官员的这个能动作用 很会利用他们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另外的一些部长 但远冲五先生就是说 他也很喜欢年轻的这些有朝气蓬勃的这些人 可是呢 在 他任期的这个中间呢 我们没有看到很多人是他 提拔上去的 也许他受到很大的阻力 他根本来没急嘛 对 因为一年半不到两年的时间 对 就算是乃布基德人作为一个部长的时候我还是有权力 我至少我提一个副局长我还是有权力 我说了就算了 对 但是 公安部被破开提拔的 阮春五是一个 赵昌比吧跟他的级别差不多 他是四川省委的副书记 当时还没有 有一个第一书记嘛 所以他也是说一个破开提拔 但是赵昌比不管怎么样 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那不一样 他一直是搞地下情报工作的 那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阮春五在这个公安部的整个过程中间 他属于一个孤独性的任务 对 本来如果说坚持时间长 让他慢慢的适应公安的工作了解公安的工作的话 那可能会有另外不一样 但就像我刚才说的 实际上我觉得 这个从胡耀邦 开始 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人 这个 这个远从吴先生也是这样 他想要从事要做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跟这个权力的基本的结构有点背道而驰 所以 有的人呢 在权力系统里面没有近几天他就会知道怎么搞权力关系 有的人在里面混一辈子的搞不清楚 胡耀邦就是这么一个人 对 胡耀邦所以有时候像 有时候觉得他像个唐吉柯德式的人 对 是吧 那个人这个 想法这个 他不仅仅对 他 他有些想法非常天真的你觉得你不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郑小平和很多元老 最开始都是强烈支持他 因为很多元老是因为他 组织的平反 才把他平反出来 但是后来有一些元老反对他 一方面是价值的原因 另外是 胡耀邦 确实 站在中共党的利益的角度来讲 他有点太天真 动不动就是3000日本留学生 日本孩子到中国来 动不动就是说 你们不要在西藏了 不要在新疆了 你们做的比 新疆和西藏存在这些问题就是你们造成的 那些元帐干部 真的要杀掉胡耀邦的新的友啊 他们就认为 我在新疆西藏搞了这么多年结果你一句话要我们走 然后造成了后来西藏和新疆的很多问题 我们仔细分析其实胡耀邦 他有没有说真的一定像戈尔巴乔夫要把这个 共产党给毁掉 他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做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是跟共产党的权力的来源结构啊 本身又像矛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但是 一般来讲不管他做出多少事情 胡耀邦作为一个好人 已经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 那人生有时候一辈子 你可以成功很多事情 但是要能够留下一个好人的名声 没错因为胡耀邦确实留下了很好的名声 又没有人说他这个人有私利打击暴夫这东西都没有 都不存在 所以1989年4月15号 我一看到 胡耀邦去世 我正好在吃饭 眼泪就 就是完全忍不住 就是因为知道 中国一个悲哀的时候可能会来临 因为88年87年已经出了很多问题 没有想到事情那么大 没有想到最后面是有六所大头上来接触 没有想到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忘了这个远充武的表现为什么说开明的地方 我想起来我要讲 那就是1986年 其实在中国已经开上了一次学潮 那次学潮正是远充武做公安部长 这个我还有亲生 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北京市公安局 下方淡炼嘛 我还跑到天安门广场去被派到天安门广场去 要要观察嘛 那些那些特勤嘛什么的到处去跟踪嘛 印象中还是很深刻的是当时 有一个特勤一直跟到一个 北京大学的一个 人民大学骑自行车的一个新闻系的研究生说这个人很活跃要怎么怎么的地 这个其实远充武当时远充武先生做公安部长的时候就强烈的反对 对学生 采取任何行动 这是 这个是 他开明的又一个了不起 一个表现 因为86年我们知道类似学潮实际上只是处理了几个 象征性的人物像王若旺啊 刘宾音的这些人处理的 那实际上没有大规模的深入下去 去处 处置这各种各样的人物 这个跟远充武先生 当时领导公安部说 他当时一个人也不能抓 这是他的命令一个人不可以抓 你们可以去了解 你们可以知道 到底哪些人去参与了 了解这个情况 但是不可以抓人 所以 当时86年的学潮就在他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就这么结束了 这跟当89年64学潮实际上买下了一个伏笔 因为89年64为什么学生越大了 因为他们当时有86年的这个前车之间觉得 再怎么 再怎么发展下去也不至于说开枪镇压 可是实事变了 不一样 所以这是远充武先生另外一个开明的地方 让我们看到的 所以远充老现在理解很大了 如果他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他应该感觉有点欣慰 我们下一任的公安部长是一个老资格的人物 这个是浙江省委书记 王芳 王芳 我们放在下一节来讲 这一节我们讲的内容已经够丰富了 而且很多东西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角度 也没有想到那么多的功劳应该记在这个远充部长的身上 是他的时间 尽管是那么短 但确实留下了很多 很鲜明的特质 好的 如果我们的观众啊 你们也有 这个对远充部长 对那一段时间 公安系统的了解的情况 请你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 谢谢 高律师 谢谢 现在我们是进入了政华系统那些人那些是第14集 我们是不是 没有想到 要做这么多集 但是现在不知道未来还要加快速度 我们还是加快速度 OK 那么这一集我们讲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这个远充武先生下来之后 那 来了一位这个新的公安部长就是王芳先生 对 我们上集已经说过了这个远充武是 黯然身上的离开的公安部 新来的一个公安部长 那就又回到了整个公安系统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任命的这个 程序里面 大家知道王芳是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 从这个公安局的局长做了公安厅长一直做到省委书 所以公安部的部长又回到了原来脑的任命的这个格局里面去 那就是你从事个公安政法情报情治工作 然后 又有 别方说省委书记或者部长这样的一个 级别 这样的一个资历 这样的一个人重新认回这个做公安部长 王芳就是这样 他是应该从 浙江省委书记的位上 因为在这之前他做了很多 很多年的工 老公安出生的 所以王芳就任了这个公安部部长 当然 为什么选择王芳来做公安部 其实做公安工作做省委书记的也许我们还有其他人在 对 那为什么选他呢 当然是跟新的 政法王 有关系 这个新的政法王就是 乔什 因为乔什 这个时候开始来接触这个 掌管这个政法系统 凡是掌管这个系统的人 当然 都希望能把自己的亲信 放的这个刀把子的刀把子的这个公安部的位长上去 而王芳既是这个 这个乔什的亲信 又符合所有的做公安部长的这些资历 所以他 他的任命那都就是顺利成章了 就很容易了 特别是比较前任的公 公安部长远充武来说 这两个人完全是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一个人 那远充武 既没有公安工作经验也没有什么东西 而他是有丰富的做公安系统的保卫工作的经验 所以让他来做公安部长 那回味一下王芳做公安部长里面 当然我们说了他乔什是 立举任命他来做公安部长 那他在做公安部长里面 发生了最大的件事情 我们知道的就是六四事件 那我们今天可以着重讲一讲 王芳在六四事件里面到底扮演个什么角色 那王芳扮演这个角色 实际上跟他的老板 跟他的顶头上司乔什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一样 乔什这个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 他 给人所有的感觉就是很 很稳 很稳重 很内敛 很内敛 这个 我 认识他的一个小女儿叫乔洪 乔洪 那个那个时候人家没有 什么腐败呀更多的东西搞 就我觉得乔洪当时 的职务是 蜀都这个图书馆那个是外事科的还是个副科长什么之内的职务 就在那边 挂个职务的作曲 就住在我们这个木溪地的前面那个大院的那不是一个部长的我们22楼24楼这个部长应该是 住在前面 乔什的给人的所有的印象就是非常内念非常不锋芒毕露 所以他提拔的这个人 这个人符合条件也是很容易这个通过的这个人 王芳也跟他的政治观点和性格气质是一模一样 六四表现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 怎么明显呢 第一 在 整个学生运动这个发展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 王芳一直是公安部长 一直是要请示他该怎么做 到底怎么处理这个学生运动 他的态度是模拟两可 从事之中都是模拟两可 这是我有亲身体会的 我一会跟他讲 我亲身体会 他对 这个学生运动为什么是模拟两可 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知道他究竟想怎么样 甚至有时候你要请示他找他找人的找不着 在整个六四之间都这样 那他唯一的你比方说当时 我在暗中组织了公安大学的学生上街去准备 支持学生游行吗 那学校学校了呢 就把这个大门给关起来了 关起来后来但是学生就 就群情激昂啊要在门口里面要出去要做要做什么东西了 那学校的校长什么东西都做不了主对不对 那只能打这个电话找这个王芳 打了一次打了两次都找不着人 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 王芳的答复是这样的 你们游行可以 你们脱下支付 当时说话的这个语气 实际上是很软的 我们包括所有的这个院子的那边的领导人听到的就是说 你们 可以去游行但是 不要穿着警服去穿着便服去 当时当时你就把衣服制服脱掉 这回答是很 很有巧妙的 你把制服脱掉你可以上街游行 是这个意思 对吧 所以 当然最后公安大学的这个 这个 领导也学着这个包括这个 戴文殿的这些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雨桑的秘书这个 也顶不住了学生他最后也上街穿着制服上街游行 但是六四完了以后 当人们问到他这个指示 因为这个指示人家是记录在案的我将来要负责任的 王芳的回答是说我当时跟你们说了 你没有游行你就脱下支付 我就要开除你把要处处置你 他是这样的解释的 聪不聪明 摸你两口 我们后来我们听到的 我们都傻眼的 当时我们听到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那个学报学校领导共传的 这个意思 好了你们上街游行的把警服脱掉不要穿制服去 就不要影响太坏了吗 但是王芳同样一句话是这样解释 所以你可见这个人是很圆滑的 这个圆滑是跟乔石这个他的顶头上次是一模一样的 乔石也是这样 对吧 所以王芳在 另外一个我们要想要说一下的就是王芳的表现的好一点的地方就是说 在六四过后的一些整个一个处置的过程中 王芳是并没有让公安系统冲在第一线去严厉处置学生的 没有 当时打学生打市民处置市民的都是军队 而公安系统的人 他是并没有要求对学生采取很多的处罚的 这个是 这个要说一句公告 王芳并没有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指示 也就是说对付要处置参加六四以后的学生 当然后面他后来这个 去掉部长以后那个情况发生 他不做公安部长的时候 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做公安部长在处理六四这些细线间 我没有看到他有明确的 说要镇压学生运动要 要对学生 完了以后对他怎么处罚严厉的处罚这些东西 都没有太多 当然例行的开会呀 做了一些演讲啊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些 所以 这就是王芳这个人当然王芳 在接任刚接任公安部长以后 把远崇武的有一些改革开放的那种基本上又回到原来原地的老干部那他是 那带着上宾那这个一天第一件事情到公安部的 大家查一下公安部的第一件事情是败回了老干部 这跟远崇武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对 败回老干部 请你工作多多支持 什么 他这个这个是官场的脑一套 这个 那就是说对外的有一些 交流开放的这些东西他也很多东西都该停下来停下来了 他也没有像远崇武一样那么积极的推动国际合作 这个 对在六四这个期间 他当然也秉承当时的这个 政治气氛还有这个环境 他也 让公 全国的公安系统也抓捕了有一些人 但总体来说 我的印象中他并没有冲在那第一线 去镇压这个学生运动 这也是导致他后来为什么下台的原因 没有做的原因 我相信是应该有这一点 对好像他是90年九几年就下来嘛 对啊没多久嘛六四过后没多久 就大概有一个原因 脑身体不好在中 的官场里面都是一个借口了 这个都不是 你想想人家谢富之这个身体那么不好 人家从来部长从来还是他的 没有把他撤下掉 这个所以他王芳应该六四过后没多久就下去了 原因是 大概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在镇压学生运动方面不利 这个不得利 那 说对这个谴责的人 当然只是那些元老派嘛 这个我后面都要讲另外一个公安部长继承的元老派 当然也李仙殿啊这个陈云他们这帮为首的 那对他仍然是不满 所以 你在 制止学生运动 然后在学生运动爆发以后 对你王芳的这些 做法 并不是很赞同 所以他下台 所以这么一个 这个 这一个公安部长我觉得 他有特色的地方也就是这些 对 他好像是1990年 说 因病 所以下来了 你讲的这个理由 我认为完全是有道理的 不过有一点王芳还是有个特别的地方 一般公安部长下来很少写回忆录 王芳写了一本回忆录 我还没有看他的回忆录 刚才我们的编导看到他有一个书的封面 那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我倒有机会我看一看 但 说个老实话 这些人 写的回忆录 然后在中国出版的回忆录 好多东西可能我要我要打个问号 对那当然 对有些 第一有些很敏感的东西 恐怕他也不一定会写得上去 那有些个想法也不一定是他真实的 情况 所以 我没有看过他的回忆录 但是你还第1次在知道有这个回忆录 我第1次知道他有一个回忆录 我倒是之前看过一些片段 主要是回顾一下案件的一些处理 他并没有牵涉的重大的像六四这些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写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写我没 因为我没看完整的书 当然他案件的处理因为他如果 如果他来写回忆录的话因为他是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直接事实上的写你比如说 他做这个公安厅长啊做公安局长的时候的这样的时候有一些案子他就写在浙江时候的经历 哦明白了 在公安部的他也在公安部他也在接手的破了一些有很多老干部的回忆录没办法看为什么呢 他都是写1949年以前的 很多老干部 就算也后写的那东西也是 你看着你要你要看他的表面上的文章你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你必须要有个分析的徒劳去分析 所以王芳的这个回忆录他他在做公安部长的时候 另外一个方面也有肯定就是说他毕竟是公安政法这个一直做公安出身的 所以他也参与了破坏的一些大的刑事案子 在他其中 我印象中他当时 比如说陕西的杀人案 那他是一手 这个连环杀人案的那是很恐怖的杀了几十个人 这个是他一手这个 组织来 每天都发生刑事案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什么级别的案件在上代公安部啊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你比如说公安部行政局像合体洋化林 刚开始到北京公安的时候 他当然还有一帮朋友都是同学都在那边 经常是 牙刷牙膏放在办公室 说走就马上走了 那个时候 还可以直接有坐飞机直接坐火车包厢就走了 那原则上是说 有跨省的大案 或者说一个地方的案子 非常非常的恶劣的时候 那就要请公安部门派人过去 你比如说合体 当时在 我记得是八几年呢 当时合体就是这样的冒出来的 他当时在行政局里面一般的干员但是他牵涉到这个 千岛湖案 你知道这个浙江有个千岛湖 我知道九十年代台湾的游客到了千岛湖被烧掉了 被烧掉 抢劫 他因为这个案子影响很大 那在国际上造成影响 所以公安部必须是要 当时应该还有一个 我忘了是刘文啊 还是高旭反正哪个部长 刘文是 刘文是 是国际刑警的吗 对副局长当时行政局的副局长可能带着他就两个人 就 去破案破案 就是说 反正回到你的问题就是只要是牵涉到大案 或者牵涉几个省的案子那公安部就会出面 比如另外一个 二王的案子你还记得吗 从东北两个兄弟一直 一路杀到这个 江西这个二王从杀到江西湖北这个一路杀过去杀了很多人 那这个就是公安部的时候 虔诚跟踪去追踪这个这两个人 所以公安部行政局就要管这样子 对 中国的这个公安系统公安部是双向领导嘛一方面是接受当地的党委领导 另一方面是垂直接受这个 公安部领导但是公安部内部的变革的时候一直也在讨论一个东西就是说 光是这样垂直领导还不行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像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么一个机构 没错这个 这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很多部门都有一个双 双重领导你比如说像劳动部 那你哪个省里面有劳动局那你就业务上归劳动部管然后行政上什么东西 但是公安部这个跟底下的这个这个垂直领导 用我的话来说 应该是超过了所有的部门的垂直领导的力量 也就是说各省市公安局的厅局长啊 直接受命于公安部的领导的这个 这个分量 比当地的这个 这个党委的分量要大得多 这个可能跟他工作的性质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看到后来为什么 像周永康啊 孟建柱啊 派了多少人到这个省当公安厅 那都是公安部来说了算 对 所以有他的业务关系要求的 是 那安全部也是这样 安全部那是更厉害了 那安全部你说 如果 广东省 安全局局长 那你没有安全部门的 委任 你看广东省是不可以任命一个人的 对 而且当地的省委书记的害怕 是他都不想斩这个事情 对 所以都是KK77 我们现在讲完王方部长了,我们下一任部长是谁 陶瓷居嘛 好 那陶瓷居也有得讲 陶瓷居故事很多啊 好的 谢谢高律师 谢谢 谢谢我们的频道 谢谢我们的观众 再见 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尽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